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方辰老師 接下來我們就來直接來講解 有理數的意義的 有理數到底是什麼意思 它的英文是Rational Number 無理數是前面加一個IR 那麼其中有一個Ratio Ratio其實是比率的意思 比率就好像是一個比值 比值的意思就是說 好 那如果有一個3以上 它的比值是多少 就是五分之三 這個就是它的比值 好 那這個有理數 其實它的定義就叫做 可以寫成 兩個正整數 不是正的整數 兩個整數 兩個整數 的整數 比值 好 那這兩個整數呢 我們叫A跟B它的比值 那意思就是 1分之A 寫我們的A跟B的最大公因數是1 就是把它約到最結 可以把它約到最結 可以寫成這樣子的 好 那它都是 叫做有理數 那無理數 就是這個IR就是不 否定的意思 不能寫成這樣 那 所以意思就是說 有理數之外的 就叫無理數 對不對 有理數 它可以寫成這樣 在數線上 其實我們就分成這兩種數 一種就是可以寫成 兩個整數的比率的 那第二個就是不能寫成 兩個整數的比率的 那 所以 數線上 除了有理數之外 就是無理數 好 那麼第二個 有理數有包含這些嗎 整數嗎 有線小數嗎 循環小數嗎 不循環的 無線小數嗎 好 那我們就來看 是不是所有的整數 都可以化成有理數 這邊也寫過了 好 好 那所有的整數 我們就隨便找一個 隨便找一個 譬如說 它叫做N 好 那N可不可以寫成 N可不可以寫成 兩個整數的比喻 那最大公益數是1 當然可以啊 1分是N 那1跟N 因為這個是整數 所以N跟1都是整數 那N跟1它的最大公益數一定是1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比喻 兩個整數的比喻 而且它最大公益數的比喻 所以可以表示 所有的整數都是有理數 所有的整數都是有理數 好 那 接下來 有線小數 是不是一定是有理數呢 好 好 那我們隨便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 3.25 這個數可不可以化成有理數 好 那這是一個小數 有線的小數 那既然是有線小數 我們就可以知道 小數之後有第幾位 這邊有幾位 那有幾位呢 就表示它其實是百分位 就是25% 所以它其實是一百分之三25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有兩位小數就是有兩個 底下有兩個 死相整 所以可以化成這樣 然後這兩個可不可以約分 當然可以嘛 那約到最減的時候 一定可以約約到最減嘛 約到不能約的時候 那這兩個數就會變成是 兩個整數的比值 而且最大公分數等於1 好 比如說這個用25約掉的話 這個125的話 還有75 應該是13 好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化成 兩個整數的比值 而且最大公分數等於1 也就是說 不管你的有線小數是多少 那既然是有線嘛 那你一定可以底下也好 好多個十相乘 那好多個十相乘 跟上面這個 如果都不能約分 那就表示它最大公分數是1 如果可以約分 就一直約約到它不能約1 不能約的時候 它就是最大公分數是1 那就是有理數 好 所以整數一定可以化成有理數 所以整數是有理數的一種 就是說有理數有包含整數 有線小數也是有理數的一種 因為它都可以化成有理數 好 那接下來 循環小數 它可不可以化成有理數呢 不循環的無線小數 是不是有理數呢 這個部分 我們另外 因為它可能要 這個要直接畫出來 它每一個循環小數都可以化成那樣嗎 它有一個公式 它這個公式比較複雜 所以我們這個 我們另外再下一個影片再來講 這個要更後面我們再來講 因為這個證明又更困難 好 這樣目前這個到這邊 看看有沒有問題